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现在的娱乐圈和以前相比变了很多 但唯有一件事没有变 那就是对女明星的身材要求 以前我们还有一些猪圆玉润的女明星 但是现在基本都是青衣色的白右手了 比如说杨子就是个例子 杨子在娱乐圈里不能算是特别漂亮的 但盛在很有自己的气质和特点 小时候看家有儿女的时候 谁没有把她的娱乐圈 当做过女神呢 就算是普通人的班级里 有杨子这样的学生 肯定也都是备受瞩目的那个 但是当杨子长大后 对她颜值的争议声却是非常的多 有的人认为她的身材比例不够好 有的人认为她的五官不够精致 还有很多人觉得 在女明星中她属于很胖的类型 于是这几年 杨子为了上镜一直都在疯狂的减肥 当然她的减肥还是有成效的 现在的杨子 无论从脸到身材 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她现在的颜值 确实比以前高了不少 变瘦后 整个人都纤细了很多 能接的角色也越来越多了 而最近杨子在上海 出席了一个新的活动 番茄却发现杨子的状态又不太好了 甚至有网友嘲笑说 看见杨子的脸 就像走进了蜡像馆 杨子这次穿的是 复古牛仔长裙 走得干净 而且甜美的风格 发型则是期间短发 这段时间 杨子基本都是短发的造型 但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侧面看 杨子的法令纹都有些明显 眼睛也有点肿 看上去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疲惫感显而易见 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疲惫 并且很用心在营业了 一直保持着微笑 看得出是很重视这场活动的 然而他的状态也确实没有很好 没有平时有精神 对比他状态好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的 以前参加活动 多灵动多可爱啊 简直就是人间精灵一般 非常天真烂漫 一笑看得人心都化了 好像凑上去亲吻他可爱的脸颊 然而现在的笑明显有些勉强 可爱还是一样可爱 可是莫名觉得 他并不是表面看上去这么轻松 感觉他似乎有些累 笑着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眼睛也是种种的 看着好像是真的很累 让人很想劝他赶紧去休息一会儿 而且他最近真的瘦了好多 看看这腰 这腿 这比例 都快有唐烟那种程度了 就这样 任谁看了 都是超级瘦的女孩子一枚啊 看谁还敢说他胖 可是这样瘦了之后 问题又来了 有人说 他这样看着头就显得大了 头大身小 一下子就让人想到 最近瘦脱象的罗云熙 看看罗云熙近期被拍照的照片 和旁边这两位比起来 真的是好瘦好瘦 这个腿简直绝了 就算是女孩子 也没有这么瘦的腿吧 完全就是皮包骨的状态了 再看看他之前出席活动 穿一身西装 就更明显了 两条腿又细又长 这样头看起就好大 整个人显得都不协调了 而如今 杨子虽然没有到他这么夸张 但是也已经非常瘦 不过脸因为天生婴儿肥 所以还是挺有肉感的 所以并没有瘦脱象的感觉 但是也已经让人很心疼了 好想劝劝他 不要再减肥了 他已经够漂亮了 也希望大众真的不要对女明星这么苛刻 瘦并不是衡量美的唯一标准 要知道杨子真的非常拼了 他最近一直拍戏 在这场走秀的前一天 他还在录蒙探探探案这个综艺 录到凌晨两三点 结果第二天是六点多的飞机 可以说是几乎没休息 就直接赶去去活动现场了 所以他才会看起来那么疲惫 而在这个走秀完了之后 他也没有休息 又赶了一场直播 看看这工作强度 别说他一个女孩子了 就算是一个体魄强健的男人 估计身体也是吃不消的 这个顶流女明星之路 真的是很不容易 而他已经这么累了 到头来就因为状态不是非常好 竟然被人说成脸像蜡像 说真的确实有些过分了 虽然明星拿着高薪酬 但是这是市场决定的 人家赚了这笔钱 就付出了相应的努力 确实没有什么好喷的 放过一个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